音樂 因為我本身以前就是家福的收入額頭 家福真的是幫助的大家許多啦 因為我覺得不論是因為家庭的關係 然後因為剛好有一些物資、一些金錢上的幫助 我覺得讓我們在就學期間真的是受到很多幫助 所以因此想說我們都出社會了也不用受人家幫助 想說都有賺錢能力就是盡一點一點小心意這樣子 目前我們花蓮家福其實我們在花蓮十三鄉鎮幫助的家庭 總共大概1700多戶 我們家庭很多其實它是單親或者是隔代教員 那在家庭面對每年農曆過年前 它其實要忙於生計、忙於照顧孩子 其實在於整個年菜的準備上 其實沒有辦法像一般的家庭可以來得那麼的豐富或那麼的即時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直每年會持續辦年菜年貨 這個歲末的一個募集的活動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目前為止其實在我們最近開始起跑 我們希望目標我們可以把它訂到募集年菜總共要1700份 讓每一戶家庭都可以有一份年菜 然後那目前開始我們在這一個禮拜來的一個募集 大概目前我們募集大概目標達成是300分 其實離我們的目標還有1400份的距離 所以我們希望在透過這一段時間 透過媒體或透過社會大眾的好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為這個活動我們做一些募集 那讓我們在過年前每個家庭都可以有一個好年 我們目前其實我們所提供的菜色是我們總共有六道菜色 那這六道菜色其實總共我們是整個套餐就是一套是1000元 那我們希望是有六道菜色可以在過年前是補充他們在年菜上準備的不足 或者是讓他們的年菜更為豐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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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